大家好,欢迎来到爱上听书,听书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,本期我们来听被讨厌的勇气,这本书是以辩论的方式来阐述阿德勒的思想,非常有趣,且值得学习。 拼命寻求认可,反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吗? 那么,具体考虑一下吧,这里我们把对自己的执着这个词,换成更容易理解的,以自我为中心,在你印象中,以自我为中心的人,是什么样的人呢? 哦,首先想到的是暴君一样的人物吧,残暴蛮横不顾别人的感受,只考虑自己,认为整个世界都要围着自己转,依仗权力或暴力,像专制君主一样横行霸道,对周围人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人物,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等,就是典型的暴君类型。 的确如此。 另一方面,虽不是暴君,但却破坏集团和谐的人物,也可以说是以自我为中心,不参加集体活动,而喜欢单独行动,即使迟到或者爽约,也毫不反省,用一句话形容,就是自私任性的人。 的确,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的一般印象,就是这些,但是呢,还必须再加上一种类型。 实际上啊,不能进行课题分离,一味拘泥于认可欲求的人,也是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 为什么呀? 请您考虑一下,认可欲求的实质。 他人如何关注自己,如何评价自己,又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欲求呢? 受这种认可欲求束缚的人,看似在看着他人,但实际上,眼里却只有自己。 失去了对他人的关心,而只关心我,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 那么,也就是说,像我这样非常在意别人评价的人,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吗? 虽然如此,竭尽全力地在迎合他人? 是的,在只关心我这个意义上来讲,是以自我为中心。 你正因为不想被他人认为自己不好,所以才在意他人的视线。 这不是对他人的关心,而是对自己的执着。 但是,上一次我也说过,有人认为你不好,那证明你活得自由,或许从中能感到以自我为中心的气息。 但是呢,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这一点。 一味在意他人怎么看的生活方式,正是只关心我的自我中心式的生活方式。 啊,这可真是令人吃惊的言论呢? 不仅仅是你,凡是执着于我的人,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 所以呢,必须把对自己的执着,换成对他人的关心。 好吧,的确,我只看到了自己,这一点我承认。 不是如何看待他人,而是只在意自己如何被看待。 即使被说成是自我为中心,我也无法反驳。 但是请您也想一想,如果把我的人生看作是一部长篇电影,那主人公肯定是我吧? 那么,把摄像机聚焦到主人公身上,有什么错呢? 请按顺序想一想,我们首先是作为共同体的一员,从属于共同体。 能够感觉到在共同体中有自己的位置,并能体会到可以在这里,也就是拥有归属感。 这是人的基本欲求,例如,学业,工作,交友,还有恋爱和结婚等,这一切都与寻求归属感紧密相关的。 你不这么认为吗? 啊,是的是的是的,深有同感。 而且呢,自己人生的主人公是我,这种认识并没有问题。 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我均临于世界的中心。 我是自己人生的主人公,同时也是共同体的一员,是整体的一部分。 整体的一部分? 只关心自己的人,往往认为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。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,他人只是为我服务的人。 他们甚至会认为,大家都应该为我服务,应该优先考虑我的心情。 就像王子或公主一样? 是的,正是如此。 他们超越了人生的主人公。 进而越为到世界的主人公。 因此,在与他人接触的时候,总是会想,这个人给了我什么? 但是呢,这一点恐怕就是跟王子或公主不同的地方吧。 这种期待并不会每次都能被满足。 因为,别人并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的。 的确。 因此呢,当期待落空的时候,他们往往会大失所望,并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屈辱。 而且还会非常愤态,产生诸如,那个人什么也没有为我做,那个人辜负了我的期望,或者那个人不再是朋友而是敌人之类的想法。 抱着自己位于世界中心这种信念的人,很快就会失去朋友。 这就奇怪了,先生您自己不也是说了吗? 我们生活在主观的世界中,只要世界是主观的空间,那么位于其中心的就肯定是我,这一点毫无挪移啊。 也许你在说世界这个词的时候,往往会想起世界地图之类的东西吧。 世界地图?什么意思啊? 例如啊,在法国使用的世界地图上,美洲大陆位于左端,右端呢,则是亚洲,被绘制在地图中心的是欧洲,是法国。 另一方面呢,如果是中国使用的地图,那么中国就会被绘制在中心位置,美洲大陆在右端,欧洲在左端。 也许法国人在看中国版世界地图的时候,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协调感,认为自己被非常不当地赶到了边缘,仿佛世界被任意切割了一样。 是的,肯定会那样。 但是呢,在地图仪上看世界的时候,又会如何呢? 如果是地图仪,既可以把法国看作中心,也可以把中国看作中心,还可以把巴西看作中心。 一切地方都是中心,同时一切地方又都不是中心。 根据看的人所处的位置或角度,可以产生无数个中心,这就是地球仪。 嗯,的确如此。 刚才所说的,你并不是世界的中心,也是一样。 你是共同体的一部分,而不是中心。 我并不是世界的中心,世界不是被切割成平面的地图,而是像地球仪一样的球体。 哎呀,作为道理大体能明白,但为什么一定要特别意识到不是世界的中心呢? 这应该再回到最初的话题了,我们都在寻求可以在这里的归属感。 但是呢,阿德勒心理学认为,归属感不是仅仅靠在那里就可以得到的。 它必须靠积极地参与到共同体中去,才能够得到。 积极地参与,具体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直面人生课题,也就是不回避工作,交友,爱之类的人际关系课题,要积极主动地去面对。 如果你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,那就丝毫不会主动融入共同体中。 因为一切他人都是为我服务的人,根本没必要由自己采取行动。 但是呢,无论是你还是我,我们都不是世界的中心, 必须用自己的脚主动迈出一步去面对人际关系课题。 不是考虑这个人会给我什么,而是要必须思考一下,我能给这个人什么。 这就是对共同体的参与和融入啊。 你是说只有付出了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? 是的,归属感不是生来就有的东西,是靠自己的手去获得。 共同体感觉是阿德勒心理学的关键概念,也是最具争议的观点。 的确,这种观点对青年来说很难马上接受。 而且,对于被指出你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件事,他也是心怀不满。 但是呢,最接受不了的还是甚至包括宇宙或非生物在内的共同体范围问题。 阿德勒还有哲人究竟在说什么呢? 青年一脸困惑地开口说话了。 哎呀,越来越不明白了,请让我整理一下。 首先,人际关系的起点是课题分离,终点是共同体感觉。 而且,共同体感觉是指把他人看成朋友,并在其中能够感受到有自己的位置。 这些都还容易理解,也能够接受。 但是,细节部分呢,还是无法接受啊。 例如,其中的共同体扩展到了宇宙整体,还包括了过去和未来,甚至从生物到非生物,这是什么意思呢? 如果按照字面意思,把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概念想象成实际的宇宙或非生物的话,那就会很难理解。 当前我们可以理解成共同体范围无限大。 无限大? 例如啊,有人一旦退休,便立即没了精神,被从公司这个共同体中分离出来,失去了头衔,失去了名片,成了无名的平凡人,也就是变得普通了。 有人呢,接受不了这一变化,就会一下子衰老。 但是呢,这只不过是从公司这个小的共同体中被分离出来而已,任何人都还属于别的共同体。 因为,无论怎样,我们的一切都属于地球这个共同体,属于宇宙这个共同体啊。 这只不过是诡辩而已,突然听到有人告诉自己,你属于宇宙,这到底能带来什么归属感呢? 的确,宇宇宙很难立刻想象出来,但是,希望你不要只拘泥于眼前的共同体,而是要意识到自己还属于别的共同体,属于更大的共同体。 例如国家或地域社会等,而且在哪里都可以做出某些贡献。 那么,这种情况怎么样呢? 假设有一个人既没有结婚,也还没有工作,没有朋友,且不与任何人交往,仅靠父母的遗产生活,他逃避工作课题,交友课题和爱的课题等一切人生课题,可以说这样的人也属于某种共同体吗? 当然,假如他要买一片面包,相应的要支付一枚硬币,这枚被支付的硬币,不仅可以联系到面包店的工作人员,还可以联系到小麦或黄油的生产者, 亦或是运输这些物品的流通行业的工作人员,销售汽油的从业人员,还有产油国的人们等。 这一切都可以说,缓缓相扣,紧密相连,人绝不会,也不可能离开共同体,独自生活。 您是说,要在买面包的时候,空想这么多? 不是空想,这是事实。 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,不仅包括家庭或公司等看得见的存在,也包括那些看不见的联系。 先生,您正逃避在抽象论中,现在的重点问题是,可以在这里这样的归属感,而在归属感这意义上,也多为能够看得见的共同体,这一点您承认吧。 例如,在拿公司这个共同体和地球这个共同体相比较的时候,我是这个公司的一员,这种归属感会更强。 用先生的话说就是,人际关系的距离和深度完全不一样。 我们在寻求归属感的时候,理所当然的,会去关注更小的共同体。 你说得很深刻,那么,请你想一想,为什么我们应该意识到更多更大的共同体呢? 我还要重复一下,我们都属于多个共同体,属于家庭,属于学校,属于企业,属于地域社会,属于国家等。 那么,这一点,你同意吧? 同意? 那么,假设你是学生,只看到学校这个共同体,也就是说,学校就是一切。 我正因为有了学校,我正因为有了学校,才是我,这之外的我,根本不可能存在。 但是呢,在这个共同体中,自然也会遇到某些麻烦。 受欺负,交不到朋友,功课不好,或者是根本无法适应学校这个系统。 也就是,我有可能对于学校这个共同体,不能产生可以在这里的归属感。 是的,是的,非常有可能啊。 这种时候呀,如果认为学校就是一切,那你就会没有任何归属感。 然后就会逃避到更小的共同体,例如家庭之中,并且还会躲在里面,不愿出去。 有时候甚至会陷入家庭暴力等不良状况,想要通过这样做,来获得某种归属感。 但是呢,在这里,希望你能关注的是,还有更多别的共同体,特别是,还有更大的共同体。 什么意思呢? 在学校之外呢,还有更加广阔的世界,而且我们都是那个世界的一员。 如果学校中没有自己位置的话,还可以从学校外面找到别的位置,可以转学,甚至可以退学。 一张退学申请,就可以切断联系的共同体,终归也就只是那种程度的联系。 如果了解了世界之大,就会明白,自己在学校中所受的苦,只不过是杯中风暴而已。 只要跳出杯子,猛烈的风暴,也会变成微风。 您是说,如果闭门不出,就无法到杯子外边去? 门在自己房间里,就好比停留在杯子里,躲在一个小小的避难所里一样。 即使能够临时避雨,但暴风雨却不会停止。 哎呀,道理上也许是如此,但是跳到外面去很难,就连退学这种决断也没有那么容易。 是的,的确不简单,这里有需要记住的行动原则。 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遇到困难,或者看不到出口的时候,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,倾听更大共同体的声音这一原则。 更大共同体的声音? 如果是学校呢,那就不要用学校这个共同体的常识,也就是共同感觉来判断事物。 而要遵从更大共同体的常识。 假设在你的学校,教师是绝对的权力主导者, 但那种权力或权威只是通用于学校这个小的共同体的一种常识。 其他什么都不是,如果按照人的社会这个共同体来考虑的话, 你和教师都是平等的人。 如果被提出不合理的要求,那就可以正面拒绝。 但是,与眼前的老师唱反调应该相当困难吧? 不,这也可以拿我和你的关系来进行说明。 如果是因为你的反对就能崩塌的关系, 那么,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没必要缔结。 由自己主动舍弃也无所谓。 活在害怕关系破裂的恐惧之中, 那是为他人而活的一种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啊。 您是说既要拥有共同体的感觉, 又要选择自由吗? 当然,没必要固执于眼前的小共同体。 更多其他的我和你, 更多其他的大家, 更多大的共同体一定存在。 哎呀,好吧, 但是,您注意到了吗? 先是您并没有说到关键问题, 也就是从课题分离到共同体感觉发展的路线。 首先是分离课题, 我的课题就到这里, 从这里开始属于他人的课题。 划清界限, 我不去干涉别人的课题, 也不让别人干涉我的课题。 那么,如何从这种课题分离中建立人际关系, 最终形成可以在这里的共同体感觉呢? 阿德勒心理学认为, 该如何去完成工作, 交友, 爱之类的人生课题呢? 这些问题, 您始终没有具体谈, 只是用抽象的语言蒙混过去了。 是的, 重要的就是这里。 分离课题如何带来良好的关系, 也就是, 如何才能形成相互协调与合作的关系。 关系呢? 这里就需要提到横向关系这个概念。 横向关系? 举一个容易明白的亲子关系的例子。 在教育孩子或是培养部下的时候呢, 一般都认为有两个方法, 批评教育法和表扬教育法。 嗯, 这是经常被拿来讨论的问题啊。 你认为, 批评和表扬应该选择哪一种呢? 当然应该是表扬教育法。 为什么呢? 想想动物训练就能够明白, 训练动物耍记忆的时候, 可以挥舞着鞭子让其顺从, 这是典型的批评教育的做法。 另一方面呢, 也可以一个手拿着食物, 并通过语言的赞美, 让其记住所教记忆, 这就是表扬教育。 这两种方法在掌握记忆这个结果上, 也许一样。 但是呢, 在因为被批评而做, 和想要被表扬而做, 这两种情况中, 行动对象的动机完全不同。 后者中含有喜悦的成分, 因为批评会让对方萎缩, 所以只有在表扬教育下才能茁壮成长, 这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吧? 的确如此, 动物训练是很有意思的观点。 那么, 我要说明一下阿德勒心理学的历程, 关于以育儿活动为代表的一切与他人的交流, 阿德勒心理学都采取不可以表扬的立场。 不可以表扬? 当然, 同时也反对体罚, 不认可批评, 不可以批评, 也不可以表扬, 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立场。 究竟为什么呢? 请你考虑一下, 表扬这种行为的实质。 例如, 假设我赞美你, 说, 不错嘛, 你做得很好。 你不觉得这种话有些别扭吗? 是的, 的确会感觉不愉快。 为什么感觉不愉快呢? 你能说明一下理由吗? 那句不错嘛, 你做得很好中, 所包含的俯视般的语感, 让人不愉快。 是的, 表扬这种行为含有有能力者对没能力者所做的评价这方面的特点。 有的母亲会赞美帮忙准备晚饭的孩子, 说, 你真了不起。 但是呢, 如果是丈夫做了同样的事情, 则一般不会表扬说, 你真了不起吧。 哈哈, 的确如此。 也就是说, 用你真了不起, 做得很好, 或者真能干之类的话, 表扬孩子的母亲, 无意之中, 就营造了一种上下级关系, 也就是, 把孩子看得比自己低。 你刚才提到的训练的事情, 正好象征了一种表扬背后的上下级关系和纵向关系。 人表扬他人的目的就在于操纵比自己能力低的对方, 其中呢, 既没有感谢, 也没有尊敬。 为了操纵而表扬? 是的, 我们表扬或者批评他人, 只有用糖还是用鞭子的区别, 其背后的目的呢, 都是操纵。 阿德勒心理学之所以强烈否定赏罚教育, 就因为他是为了操纵孩子。 不不不, 这不对, 请您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一下。 对孩子来说, 被父母表扬是无上的喜悦吧, 正因为希望得到表扬, 才努力学习, 才好好表现。 实际上呢, 我在小时候就非常希望得到父母的表扬, 长大之后也是一样。 如果得到了上司的表扬, 就会很高兴, 这是一种不关乎理论的本能的感情啊。 希望被别人表扬, 或者反过来想要去表扬别人。 这是一种把一切人际关系都理解为纵向关系的证明。 您也是因为生活在纵向关系中, 所以才希望得到表扬。 阿德勒心理学反对一切纵向关系, 提倡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看作横向关系。 在某种意义上, 这可以说是阿德勒心理学的基本原理。 这可以表达为虽不同但平等吗? 是的, 是平等即横向关系。 例如, 有些男人会骂家庭主妇, 又不挣钱, 或者是谁养着你啊之类的话。 也听到过有人说, 钱随便你花, 还有什么不满的呀? 像这种话, 这都是多么无情的话呀。 经济地位跟人的价值毫无关系, 公司职员和家庭主妇, 只是劳动场所和任务不同, 完全是虽不同但平等。 的确如此啊。 他们恐怕是非常害怕女性变得聪明, 比自己挣钱多, 或者是跟自己顶嘴之类的事情。 他们把人际关系都看成是纵向关系, 害怕被女性瞧不起, 也就是在掩饰自己强烈的自卑感。 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, 已经陷入了想要尽力夸耀自己能力的优越情节呢? 是这样的, 自卑感原本就是从纵向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意识, 只要能够对所有人都建立起虽不同但平等的横向关系, 那就根本不会产生自卑情节。 嗯, 的确, 我在想要表扬他人的时候, 心中多少也会有些操纵意识, 企图通过说一些恭维的话来讨好上司, 这也完全是一种操纵吧。 反过来说, 我自己也因为被某人表扬而被操纵着, 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吧? 在无法摆脱纵向关系这个意义上, 的确如此啊。 很有意思, 请您继续说。 在说明课题分离的时候, 我说过干涉这个词, 也就是一种对他人的课题妄加干涉的行为。 那么, 人为什么会去干涉别人呢? 其背后实际上也是一种纵向关系。 正因为把人际关系看成纵向关系, 把对方看得比自己低, 所以才会去干涉, 希望通过干涉行为把对方导向自己希望的方向。 这是坚信自己正确而对方错误。 当然, 这里的干涉就是操纵, 命令孩子好好学习的父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, 也许本人是出于善意, 但结果呢, 却是妄加干涉, 因为这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操纵对方啊。 如果能够建立起横向关系, 那也就不会再有干涉吗? 不会再有。 但是, 学习的例子暂且不谈, 如果眼前有一个非常苦恼的人, 那总不能置之不理吧? 这种情况也可以说一句, 我若插手, 那就是干涉, 而什么也不做吗? 不可以置之不问, 需要做一些不是干涉的援助。 干涉和援助有什么不同呢? 请你想一下关于课题分离的讨论。 孩子学习的事情, 这是应该由孩子自己解决的课题啊。 父母或老师无法代替, 而干涉呢, 就是对别人的课题枉加干预, 做出要好好学习, 或者得上那个大学之类的指示。 另一方面呢, 援助的大前提是课题分离和横向关系。 在理解了学习是孩子的课题这个基础上, 再去考虑能做的事情, 具体就是不去居高临下的命令其学习, 而是努力地帮助他本人建立自己能够学习的自信, 以及提高其独立应对课题的能力。 这种作用并不是强制的吧? 是的, 不是强制的, 而是在课题分离的前提下, 帮助他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, 也就是可以把马带到水边, 但不能强迫其喝水。 直面课题的是其本人, 下定决心的也是其本人。 既不表扬也不批评吗? 是的, 既不表扬也不批评。 阿德勒心理学把这种基于横向关系的援助称为鼓励。 鼓励? 哦, 以前您说过日后要对其进行说明的一个词。 人害怕面对课题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。 阿德勒心理学认为这不是能力问题, 纯粹是缺乏直面课题的勇气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 那就首先应该找回受挫的勇气。 哎呀, 这不是又绕回来了吗? 结果不还是得表扬吗? 人在得到别人表扬的时候, 就能体会到自己有能力, 进而找回勇气。 这一点就不要固执了, 请您承认表扬的必要性吧。 不承认。 为什么呢? 答案很清楚, 因为人会因为被表扬而形成自己没能力的信念。 您说什么呀? 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? 人越得到别人的表扬, 就越会形成自己没能力的信念。 请你好好记住这一点。 哪里有那种傻瓜呀? 正相反吧? 只有得到了表扬, 才会感觉自己有能力。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? 不对。 假如你会因为得到表扬, 而感到喜悦, 那就等于是从属于纵向关系和承认自己没能力。 因为表扬是有能力的人对没能力的人所做出的评价。 但是, 但是, 这还是难以接受啊。 如果一获得表扬为目的, 那最终就会选择迎合他人价值观的生活方式。 你不就一直因为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而感到厌烦吗? 哎呀, 这个吗? 首先应该进行课题分离, 然后应该在接受双方差异的同时建立平等的横向关系。 鼓励呢, 则是这种基础之上的一种方法。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, 在爱上听书首页可以找到被讨厌的勇气续集, 感谢收听。